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下乌克兰希望破灭 那是什么希望呢? 这个希望就是会修复在2014年之前的这些边境状况 就是2014年之前 那当然是克里米亚实质仍然控制在乌克兰手上 当现在实质控制在俄罗斯 原来这个对于在收复克里米亚等等的俄占区的希望 已经跌到2022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且是过了死亡交叉点的 原来这个独立民意机构 你记住,这个是西方机构 就是独立民意机构的名叫Rating 它刚刚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而自从2022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相信乌克兰可以恢复14年俄罗斯 亲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前的边境状况的人 原来首次是过了死亡交叉点 即是跌到五成以下 只有45% 这个机构在一年前的数字是47% 跌了差不多三成 当时乌克兰因为2022年秋季反攻的一些成就而沾沾自起 他们大胆地行驶 这个是一个大反攻 2023年就是下季大反攻 原来他们打算逼俄罗斯军队匆忙从哈尔科夫 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撤离 在2022年秋季结果2023年俄军又回到哈尔科夫 就在几个月之前 其实俄罗斯 就从基库周围和整个乌克兰北部 大家知道本来2022年过了几个月 其实俄军就退守了 结果2023年反而回回来 所以很多乌克兰人亦都相信 不用担心2022年 我们是个世那么好 2023年应该更好 结果不是的 结果2023年 他们以为可以达到高潮 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 百分之七十四的人相信可以取回土地 结果今年大事 今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五 跌破了死亡交叉点 其实乌军他们 之前觉得我们可以快速到达亚畜海 还有 你知道 他们以为俄罗斯 连接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绿桥 之前不是有人放了菠萝吗 应该就是乌军做 这个黑赤大桥是被人毁了一部分 那原来他们就觉得 你这两个在14年成立的共和国 共和国引号 顿聂茨克台努金斯克 我们可以收服 结果今年 没有民众 应该说只有四成多的民众觉得可以做到 就是超过五成的民众觉得是不行的 原来西方媒体也是访问了一些乌克兰的民众 也看到他们的这个是幻想破灭的 好像一位叫Nathania 他就不相信乌克兰会再次完整 土地会变回在14年之前的程度 近几个月 其实乌军在损失严重的情况下 在顿巴斯东部地区慢慢撤退 乌军高层也说 由于弹药和人力的严重短距 所以前线可能被冲垮 当然这位Nathania其实37岁 是两个弟弟的母亲 他就通过所有这些撤退 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可以拿回我们失去的土地 两年前我非常害怕 后来我有了希望 现在我又很害怕 希望又破灭了 这个就是他的原话 他也说 俄军 想着占领是几乎 并且 是占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个地区大片土地 但是 初初他们觉得 俄军 会被我们打退了事实上是 有局部性 22年到23年 后 都是局部性的 令到 俄军是 有撤退的 当然当时乌军煎煎自喜 刚才我们说 但是 去年的下季大反攻失败 令到乌克兰人 的希望不再是希望了 充满了 是悲观的 气氛 尤其是 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 即是这些俄占区 好像居住在 赫尔松南部地区 赫尼切斯克镇的 一位 人士叫做哈里纳 就告诉西梅 没有人来过救援的 我们不可能 再次成为乌克兰一部份 他觉得 赫尔松 现在在俄占区 不可能再回到乌克兰 这个阵由22年3月 一直都是被占领状态 在 分离接近10年之后 当然 看看 这个克里米亚和 顿巴斯地区的 前景似乎 是比较相近 原来俄占区 即是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只有7%的人士相信 是可以回归乌克兰的 这种悲观的心态 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结果 叠加效应 持续两年多的冲突 有几万名 当然俄罗斯方面说50万名 西方估计有几万名的乌军 是死伤的 也有几百万平民逃来到 外国或者安全地带 乌克兰经济急剧下降 虽然俄罗斯在前线加大了赌注 并且每日 都会轱平民区的 能源基建 但是 公众对于乌克兰 这个月 是 这个新的动员法 仍然是有分歧 这个法案 已经 是 看到 其实有很多争议 已经 过了 持续几个月的修改 产生了几百项的修正案 大家对于西方的军援 当然现在是过了 美国就说新的武器很快会到乌克兰 但是 美国官员 其实 花了几个月才通过了 缓乌计划 另外常驻基库的分析师 他 叫做 帝克扎尔奇 他就告诉半岛电视台 在这些 背景之下 这样的民意结果是相当符合逻辑 大家都不再相信 自己 是可以回到乌克兰的国 这是国籍 或者是 回到乌克兰的 他们的祖国 但是 这样并不意味着 这个水平 会持续只有四眼 他更加悲观 之后可能更加少人相信可以取回 这些俄占区 由于 停电和电力短缺 也影响了经济 和提高了价格 俄罗斯就打算通过打击乌克兰能源基建 去创建一个不稳定的区域 与此同时 针对东部哈尔科夫 南部奥德萨等等大城市 有更广泛和无差别的这些无人机和导弹攻势 导致平民就是逃到乌克兰中部 和更西部的地方 因为那里受到保护 西部近波兰 当然 这个 黑扎 黑维奇 他也说 俄罗斯目标 其实在国内政治压力大增时 创造一种新的局面 但是 边境地区的一些人 他们坚持着 好像 在东部 也有人说 我们习惯了被轰 其实 也有一个地方 叫做 波克罗斯克 他就来 60公里阿夫迪耶夫卡 乌军就撤退了 俄军就是 占领了 当然 他也告诉西培 虽然一些平民离开 但是他 想着不走 通常情况下 这些 导弹中了 居民区之后 更大规模的撤离 就开始 大家害怕 但是这种状况 他就觉得 不常见 很难说的 俄军会继续发动攻势 很难说的 虽然我们预计 这个 是不断吹我们 更加 频繁 但是他说 不怕我 另外 俄罗斯 已经转向 乌克兰深处的能源基建发动 是正确的打击 与此同时 他的精锐部队亦都集结 以向 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 这个你说过 他集结了 两万到两万五千兵 就是 赫西夫 阿尔 乌克兰武装部队 前副参谋总长 罗曼联科 他说乌克兰 还是 召回了 亚格纳私人部队的前雇佣兵 最搞笑 他们 有些亚格纳就去了乌克兰 帮乌军作战 这个也不奇怪 相比之下 他说 乌克兰的累积资源和处备方式 是困难和复杂的 与此同时 乌克兰现在加强 对克里米亚 和俄罗斯西部的炼油厂 军事工厂和机场的打击 包括 距离边境1000公里的地方 但美国不太愿意见到 因为 担心 油价上涨 影响选举 其实美国 亦建议 不要乱来 看回其实他们已经向 乌克兰提供600多亿的军援 这也是多久 整几个月 当然 看回他们 乌克兰民众刚才说的那位 他也觉得 这个美国 是虚伪的 双重标准的 难道我们欢迎他建设我们国家 即是重建 其实 为什么他说双重标准呢 因为他就觉得 以色列 很 心急去援耳 但对援污 很久 与此同时 其实美国 并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最先进战斗机和导弹 这样反过来 又令到 修复这些俄战区的任务变得很艰难 很复杂 而且 需要大量的外交努力 他 刚才说的那位 前瓦格拉集团的人士 现在是帮乌军 他就说这种状况 其实和克罗地亚修复在 1991-1995年 独立战争期间失去地区的方式 是 差不多的 但是 克罗地亚 当然 你知道克罗地亚实力和乌克兰比 是差一点 和克罗地亚面对敌人 就没那么厉害 那么看 原来外国观察家的看法 真的没那么乐观 好像来自德国 你知道德国 都是欧洲国家 他们的学者 来自北来梅大学的学者 米特罗恩就说 克里米亚的回归 绝对不现实 他也表示 在乌克兰去年夏天的反攻失败之前 如果 乌克兰军队 就已经到达亚述海并且开展 是对 黑赤大桥和分隔亚述海的 这个 黑赤海峡上面的俄罗斯军事设施 发动攻势 其实还有机会可以收复 克里米亚半岛 但是现在 想要突破俄罗斯的防线 除了 占领 金白一半岛之外 其实其他都没什么方法 金白一半岛 其实就是 尼古拉耶夫 和喀尔丛南部的一块 遇形区域 克里姆林工 其实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基础设施 和军事设施 是投资了几十亿美元 并且是压制了当地 是亲乌克兰的居民 当然那些人被压制时大多数都回到乌克兰大陆 顿巴斯地区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 因为他和俄罗斯黏着 虽然 俄罗斯在那里的 花费资金明显是减少 但是撤断被吞并地区和乌克兰控制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之后 被吞并地区出现了人口减少和贫困的状况 俄占区那些人现在都是拿俄罗斯福利的 因为没办法 他们当然很多人都拿俄罗斯护照 原来 那位刚才说的 米特罗恩他也说在顿巴斯地区即使是去年 这种突破 也不可能真的发生 去年援污那么充足也发生不了 那大家今年 能够期望的就是 乌克兰军队身上看到最佳的状态 就是阻止 俄罗斯 维困 克拉马托尔斯克 和 斯 诺维安 斯克 等等的两个重镇 这两个重镇就位于乌克兰控制下顿巴斯北部的两个 是城镇 从理论上其实乌军有机会 是 突破劳金斯克北部地区 并且向 俄罗斯边境 前进100公里 但是 从军事和战略角度来说 这些毫无意义 因为这样会造成很多受害者和资源损失 但是即使停战或者动建冲突 你动结了冲突 也不会让 劳金斯克北部变成 适合居住和和平 因为 你知道那里 大家可能 就算有什么事都好 都不让的情况下 动手是经常 你经常动手的地方 怎么会赚到钱 怎么会有和平 另外 这个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安东洛夫也都表示 美国秘密向乌克兰 提供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就是ATACMS 是不正当的 亦都加剧了 克里米亚地区的安全威胁 这件事其实是否和美国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原来 这位俄罗斯驻美大使就说 美国现在秘密地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系统 当然 安东洛夫就说 当地官员证实了美国 当然是他说的 不是其他记者说的 就是他说 当地官员证实了美国向乌克兰 是 运送这些极其危险的武器 美国这种行为是不当的 他也强调很明显 由于这个系统 被转移给乌克兰 克里米亚和 在塞亚斯托波尔等等城市 所遭受到的安全威胁是在增加的 对于美方关于 乌军 据称承诺 不会使用导弹向俄罗斯境内 发动攻势 其实这件事 没人信 这个安东洛夫就说 这是恬不知耻的说法 这种方言还有谁信呢 事实上 乌克兰 是 经常都向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势 之前他就说不会的 记得之前 初初接受军媒时 我们不会射到 俄罗斯境内 结果他都没有这样做 其实西方都默许了 即使 是不支持美国的 不支持俄罗斯的美国媒体也意识到 这个 都是 假假的 因为他真的有向 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势 之前也说 不让他这样做 结果他也敢做 说真的没有西方的手限 他不会乱来的 我相信 安东洛夫也说 美国将没办法避免参与俄乌战争造成的 这个后果 原来 美联社也说美国官员就跟他们说 美国政府 最近几个星期 就向乌克兰秘密提供 我们时间4月17日首次使用了远程导弹 目标是克里米亚一个俄罗斯机场 之后 乌军又是使用了导弹 是吹了 乌克兰东南部的 俄军部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帕特尔 其实 也证实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直接 指示之下 美国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ATA CMS系统 这种武器 其实今个月 很早已经到达了乌克兰 当然 这些系统 会不会带来和平 我相信 更加麻烦都不出奇 那么看回 那么现在 既然乌克兰的民众都这么绝望 其实扎尼斯基 你需要安护一下你的民众 因为他们绝望 对你那套说辞 那套论述 其实都没什么 是激动的 以前 气势磅薄 觉得行的 现在民众看来就 觉得不多 好 那么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